今天的分享嘉宾是李卢梅Rumor 她分享的话题是对比学习前沿以及TensorFlow实现 老板我们走 下面我们请她来进行自我介绍 哈喽大家好 我的真名叫李卢梅 大家叫我Rumor就行 这个就是中英同名的意思 我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然后同时也在法国里尔中央理工大学 有一个双学位的硕士 就是我的本科是北航的 然后中间去参加一个交换项目 去法国读了两年 之后再回国继续读北航的研究生 我现在呢在美团的NLP中心担任算法工程师的工作 目前已经有三年的人工智能从业的经验了 我是18年毕业的 目前我主要专注于文本表示 知识图谱和问答这些技术 然后同时我也对NLP 或者说CVA的各种前言技术都非常的感兴趣 那么我的抑郁时间呢 可能会做一些小项目吧 比如说和一些小伙伴去 我们去做了一个可以搜索 互联网面试题的搜索引擎 叫面金匠 然后同时也在知乎和公众号 都有一个自己的博客 会经常发一些技术文章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 谢谢 这会儿就可以去请你分享你的这个屏幕了 这么快就开始了吗 好的 对对对 然后Adam可能你需要去手动切换一下这个视频流啊之类的 哦 已经是我的脸了 可以可以 行 那就我要开始了啊 行 那我先做一下背景介绍吧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关注这个对比学习 其实从这个记忆学习从很久以前开始呢 我们最开始是用有监督的数据去慢慢的做嘛 但是有监督的数据它总是有限的 而且会浪费很多的人工标注的这个有这个成本在 所以呢 从18年开始呢 就出现了一个很厉害的模型 在我们NLP领域 这个模型叫BERT 它是可以利用一些无监督的数据 然后以自监督的方式去进行学习 然后这个模型学出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迁移到各种下游的领域 这个呢 就是一个很很exciting的一个突破吧 就是自从有了这个BERT之后 我们NLP领域基本上就都变成了懒人 对 我们就基本上就不用再去做很fancy的模型了 就整理整理数据 然后让BERT去调就可以了 对 然后这个 所以呢 我们有了这个进展之后呢 CV领域就非常的羡慕吧 然后 他们也一直都在去进行一些自监督的尝试 然后从2020年初开始呢 终于有了一个比较效果提升很大的一个工作 是SIM CLR 那个工作就是用对比学习的方式去进行自监督学习 然后自从那个方式开始之后呢 CV领域就开始了各种各样的一个自监督的一个潮流吧 就像我们当时做那个BERT一样 也出来了很多相关的模型 所以呢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对比学习 在这近两年的一些前沿进展 以及它的一些tensive flow上的实现 那接下来的 因为很技术向嘛 然后 也有CV的一些东西 所以说如果我在介绍中有错误 也希望大家帮我多多指正 对 谢谢 行 那我们就开始第一个部分 先还是介绍一下这个基础知识 就是什么是对比学习 那可能有的同学呢 就开始学这个的时候 可能以为它就是一个 就是那种普通的SIM CLR那样的框架 对 然后但其实呢 对比学习它可以是 它是一种 一种判别式的自监督表示学习的方法 那怎么理解这个判别式呢 我们可以先从生成式自监督来理解啊 就是我们生成式的自监督的目标 是对输入进行重构 以这个输出的样本作为监督 以输入的样本作为监督信号 目标是让输入和输出尽可能的相似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自卑码器 但是呢 这种的自监督训练方式 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很关注像素级别特征 因为它必须要重构每一个细节嘛 对 但是这个就一些学者 他们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像素级别的特征 对这个表示样本来说 真的很重要吗 然后我们来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 我们先看左边这张图 就是说 我让你画这个一美元 然后同学们可能就只画成 左边的这个样子 但如果我给你一张一美元 让你照着画 你会画成右边这个样子 再比如举个例子 就是说 主持人刚才介绍了一些 我的个人信息嘛 那大家现在想一想 能记住多少 其实可能也就记住了一些 比如说女的 美团的 做NLP的 就是用这几个特征 对我这个人进行了一个简单的简模 所以说我们真正 我们人在去学习这些 现实世界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真正记住的 并不一定是很细节的特征 而是一些比较抽象的 能让我们把这个人区分出来就可以了 这是一些更高维度特征 所以这就引出了 我们的判别式自监督学习 这些判别式自监督学习的目标呢 就是说我们判别样本是否满足某些已知的信号 那这种学习方式呢 会更关注样本 本身这个样本级别的一些特征 比较适合去做这个图像 文本整体的表示 那对比学习呢 就是其中的一种判别式自监督方法 它主要是通过判断两个样本 是否相似来进行学习的 那如果还不理解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下 现在比较主流的一个对比学习训练的框架 这个框架呢 它的输入是一个X 这个X可以是文本或者图像 那V呢 就是我们称作View 就是对X的两种不同的表示 就一般在图像和NLP里面 都是通过数据增强去做的 比如图像里面会进行裁剪 修改颜色这些 然后对这个样本进行数据增强之后 它会有两个View 在分别对这两个View 去过一个编码器 对它进行编码 我们得到了这个Y和外品 然后呢 对Y和外品去进行一个 口算相似度的计算 那如果是一个Batch等于3的 这个输入样本的话 我们会得到这么一个 3乘3的一个矩阵 那每一个上面的分数呢 就是说这个样本之间的相似度嘛 比如第一行 就是这三个Y品 分别跟Y的一个相似度 那对比学习的目标 就是说让对角线上的这些 让对角线上的这些相似度 去接近1 其实就是对每一行 去做了一个分类人物 就是它每一行的这个 Ground Truth 就是第一行是100 第二行是010 就是以这种方式 去进行一个监督的学习 那这种对比学习的Loss呢 它就叫做一个 Normalized Temperature Scaled Cross Entropy Loss 然后它的形式呢 其实也就是一个 一个交叉商嘛 这上面的这个SIMY和外皮 就是它的一个相似度 它可以是cos 也可以是别的度量函数 然后它会成 它会除以一个tau 这个tau是来控制 它一个整体的 一个平滑的一个超三数 这个三数还是挺重要的 之后我会说 然后我们通过 我们在计算完相似度之后 会对它进行一个soft max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整体的和外相似的 这个一个概率分布 然后对这个概率分布 进行一个交叉商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 现在比较主流的一种 对比学习的计算方法 那我们再细致一点 我们今天就直接上代码了 给大家可以带大家过一下 这个就刚才我们的这个结构 到底在代码里面是怎么写的 在TensorFlow里面呢 首先我们会对这个输入 假设我们这个y和yog 就已经是这个增强之后的 就是本身的表示 和增强之后的表示了 然后这个label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它是一个单位的矩阵 就是对角现在的唯一 然后呢我们会分别的 去进行ab 就是y和外品 和外品和外的这一个相似度 我们去给它进行一个计算 然后处理这个temperature 然后再进行一个交叉 上损失就可以了 最后是把这个两个loss 相加起来 就是我们底下的这个公式 那刚才就是我们讲了一下 对比学习 它究竟是怎么做的 还有它的一些思想嘛 但是呢很多同学就是 但是呢其实它是有一个 很强的一个理论基础在的 其实这个方向 它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 其实对比学习的本质 它就是对互信息进行一个最大化 互信息呢就是说 当我们知道 当我们知道 比如说这是x和c的互信息 就是当我们知道c的时候 我们可以减少x的多少信息 就当我们知道c的时候 我们又知道了多少x 那这个为什么说 对比学习跟互信息有关系呢 它其实 我再给大家讲一下 它底下的这个心路历程吧 就首先我们在最开始 我们去优化 就用最大自然去优化一个概率分布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去进行一个 去计算一个条件概率的 就比如说我们在NLP里面 我们在做word to wag的时候 在我们想 当我们想根据上下文去预测 当前是哪个词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用softmax 去计算一下 它所有的这个词的概率 那这样的话 这个计算量其实就很大 在几年前呢 就是很大的一个计算量了嘛 所以说当时 大家也知道 这个word to wag 它提出了一个叫 就副采样的一个方法 它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用一个叫NCE的Loss 去逼近的吧 对 这个NCE 它的原名叫做造声对比估计 它的思想呢 就是说用一定数量的二分类 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分别对一个正理 和多个复理去进行二分类 来求解出这个模型参数 那通过一些理论也可以证明 这个求解出的模型参数 可以近似之前用最大自然 去估计的结果 而且当我们复理越多的时候 这个估计的结果就越接近 那之后呢 在大概18年左右的时候吧 又有一个学者 他又进行了一些新的迭代 就是当我刚才提到的 这个NCE 它是从MLE 这个最大自然估计过来的 但是那个学者呢 就认为 当我们用自然估计去 去求这个条件概率分布的时候 他其实只是关注了 比较局部的特征 我们虽然我们可以从上下文 去预测当前这个词 但是我们不一定能从当前这个词 去反推出上下文的一些信息 所以呢 他就想到了说 去最大化这个上下文 和当前要预测的这个词的 之间的一个互信息 那他对这个互信息 也需要去进行一个 一个一个 这个概率密度的估计 那这个时候 他就用了NCE的思想 然后去最大化这个互信息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到了 这个InfoNCE的这个Loss 这个Loss呢 其实就是我们后来 这个对比学习的Loss的一个 就是其实是等价的一个东西 对 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个InfoNCE的这个Loss 他呢就是说 你的分母就是说 这个上下文和当前的这个 要预测的Token之间的一个 一个 一个就是像刚才我们 对比学习里面的说一个相似度 然后它底下就是一个规义化的因子 所以说也是对当前进行了一个 多分类去预测 去最大化这个上下文 和当前样本的互信息 那 那又我们又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我们怎么从这个对比学习 这个InfoNCE这个理论 然后逐步演化到我们现在的 这个对比学习框架的 那这个也是有一些演化进程的 这篇呢是一个18年的工作 刚才我们说的InfoNCE 它最初提出呢 是说去最大化一个整体与局部的互信息 那之后呢 就学者提出可以说 我们去最大化整体整体的互信息 这篇文章呢 它的一个思想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样本 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分类任务 我们把 当我们有N个样本的时候 它每个样本都可以代表一类 比如第一个样本就是第一类 第二个样本就是第二类 然后以这个目标呢 去优化 比如最开始 我们对这个样本分类的时候 它是本来是带了一个参数W的 就是说去做一个分类器嘛 但是之后作者提出了一个改进 就是因为这个W 它这个参数矩阵 它是比较固定维度的 但当我们想去进行 类别的扩展的时候 就是不行了 所以说这个作者就直接用 这个样本的 本身的这个表示 去和这个自己相成 这样呢 它去 它去优化 这个得到的这个概率 这也就是 把InfulNCE 直接变成了自己和自己的相成 然后 在之后呢 就又有一个学者 他提出说 当我们对样本进行数据增强的时候 样本它本质的一些特征 其实是不变的 所以这个 从这片工作开始 就比较接近于 我们现在的这个主流框架了 这片工作其实 跟主流框架很相似 它就是去进行一个数据增强 然后去计算 这个相似的样本的距离 去拉近相似样本距离 去拉远不同样本距离 对 但它之后是 使用了一个 binary 的 cross entropy loss OK 那刚才 第一部分就讲完了 我们主要讲了 什么是对比学习 其实它的思想 还是很简单的 它的主要思想就是 我们去拉近 相同样本的表示 同时 拉远不同样本的表示 来学习到这个样本的本质特征 对 然后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吗 看一下 有同学问我刚才这个 tensorflow的版本 对 确实是 这个是tensorflow 一点几的版本 然后 你有同学问 说除了对比学习 还有其他的判别式自监督的方法吗 其实这个还是有挺多的 就是我理解说 生成式的自监督 它就是解空间比较无限的 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BERT的时候 我们去进行这个 mask language model任务 它这个词表可以是无限的 所以它相对来说 就是一个生成式的自监督任务 然后 判别式自监督任务 我认为就是解空间比较有限的 比如说BERT里面的这个 下一句的这个预测任务 它只有0或1嘛 所以它这个就是判别式的 还有说一个比较经典的模型 叫Electra 也是NLP领域的模型 它也是一个判别式的模型 对 还有同学问说 对比学习 在我们公司真的有落地吗 这个技术有什么优势 这个确实是有落地的 首先这个 从刚才可以 从刚才我的介绍可以看到 这个对比学习它可以更好的 帮我们学到一个样本的整体的特征 所以它是很适合去做这个样本表示的 不管是图像还是NLP 所以说在这些样本表示的任务里面 就可以很好的去有一个应用 就比如说 我们在搜索的时候 要进行一些 要先召回再排序 在这个召回的阶段就非常有用 还有说一些 G类也可以用 对 然后这个技术有什么优势的话 我觉得 首先它这个 就是对于无监督的利用很好 就有了这个无监督之后 我们也可以去增强我们的编码器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 可以无监督的 把我们的这个表示的这个方法 去迁移到很多新的领域 同时呢 一些研究表明 这个对比学习 对于小样本情况下 它的表现也非常好 嗯 NLP的数据增强怎么做 这个我会在之后进行介绍 在第三部分 对比学习 是不是还主要靠数据增强来提高 提高准确率吧 其实对比学习还是有挺多trick的 它首先是对 首先是数据增强 然后还有就是你用的这个 具体是什么样的框架 之后我会介绍不同的框架 对 防止它说 好已经 同学们其实已经会 已经开始问很那个 很细节的问题了 那我们就开始介绍 CV领域 它是究竟是怎么优化的吧 OK那我就开始第二部分了 就是对比学习在 CV领域的应用 那我们再说一下啊 就是刚才我们 介绍这个对比学习 那什么是一个好的对比学习呢 从刚才我们的这个 优化的这个Loss可以看到 它其实 它是有两项的 这也是一篇论文里面 它分析提出的 就是第一项 就是我们要进行 这个Alignment 就是说我们去 让相似的实力 有相近的特征 我们去把这个 能表示实力本身的 一些高纬的特征 抽取出来 然后第二项呢 就是去优化 这个Uniformity 就是让这个样本 可以均匀地分布在 这个空间里面 而这个 这篇文章呢 它是 它是说 把这个样本 均匀分布在球体里面 这个其实是差不多的 因为我们在做Cosan Similarity 的时候 会进行一个L2的证则 刚才代码里面 也展示了 所以L2的证则 会让这些样本 在一个 去掉它长度的影响 它只具备 这个方向性的 在这个球体里面的 这个分布 对 然后这个Uniformity 就是让我们的 样本分布更加均匀 当我们分布 均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就是很容易去 很容易可以 线性可分 所以说 这个Alignment和Uniformity 是我们对比学习 主要侧重的两点 第一个就是Alignment 这个其实比较简单 但是如果 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们 只去优化Alignment 它这个 整体的 整体的这个分布 它可能会出现 一个tasso的现象 就是说 所有的样本 都聚集到了一起 所以说 我们必须有第二项 就是Uniformity 让它们的分布 更加均匀 那Alignment优化 Alignment的优化 其实比较简单 就是让这个 正样本镜 可能接近嘛 其实比较难的 就是去进行 这个Uniformity的优化 那在CV领域呢 这个进展 还是挺丰富的 它对于这个 防止这个tasso 它是有很多的方法 那我们接下来 会分为三种 去介绍 第一种呢 就是基于 复理的对比学习方法 就是通过 Push这个复理 去让这个整体的 样本分布 更加均匀 然后第二种呢 就是Stop Gradient 这种网络结构 也叫不对称的 这个网络结构 去进行这个对比学习 然后还有一个 其他的方法 也挺好的 对 然后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基于复理的 对比学习吧 我们就不按 那个时间顺序了 我们先从这个 最经典的网络结构 开始说 就是这个SIM CLR的模型 它是2020年的 就一二月份提出的吧 当时还是很震撼的 主要是觉得 这个网络结构 就是这么 也不难 是吧 很简单 然后就 效果就非常好 那它的第一版呢 其实 哎呦 Sorry 它的第一版 其实也蛮简单的 就是 它的第一版 第一版基本上 就是我刚才介绍的 这个标准的结构 但是它同时又加上了两个 加上了一层投影层 然后 它这个投影层 在训练的时候 是加上了 但是预测的时候 它是给去掉了 这是第一个改进 然后第二个改进呢 就是SIM CLR这个论文里 它探究了很多的 不同的数据增强方法 然后发现数据增强方法 对这个整体的效果影响 其实还是挺大的 然后第三个 相对于我们经典框架的改进呢 就是它在计算的 Loss的时候 是增加了复理的 也就是 将本分支的 N-1个样本 也作为复理 所以说我们一共总共有一个正理 和2乘N-1个复理 那之后呢 在进行了一些其他 和其他那个模型的内卷之后 SIM CLR又出了第二个版本 然后它的第二个版本呢 就是 其实也没有加什么 特别新的东西吧 就是说 它 它选用了更深 但是维度更小的encoder 然后它又加了三层的MLP 也就是这个头领层 它以前是一层 之后它变成了三层 然后在迁移到下游任务时 保留第一层 还有呢 就是 因为它把这个encoder给加深了嘛 所以它后来又给 用那个蒸馏的方式 去迁移到了 迁移到了更小的模型 然后还有一些 就是它也探索了一些 后续模型的这种memory的机制 但是因为它的batch已经很大了 所以只有约1%的提升 所以这个SIM CLR带给我们的 主要可以学到的东西有两点吧 第一点就是这个头颖层的加入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说 不同的数据增强方法 其实对这个效果也有很大的影响 那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SIM CLR的代码吧 OK 其实对于 相对这个经典的 它没有特别多的改进 主要就是 主要就是 比如说在这个label计算的时候 它是 它是一个n乘2n的一个矩阵 这边是batch set乘2 然后呢 它在 它在 它会多计算 它会多计算一些loss嘛 之前我们是计算 ab和ba 这边soro写错 没有写错 它这个 后来它又计算了 aa和ab 但是呢 因为 这个aa和ab 它是包含了样门本身的 那你样门本身的相似度 肯定就是1了 所以它这个 它又加了一个 这个 这个矩阵去 去消除对角线的 这些1 对 然后最后呢 也是进行了一个 cross entropy的loss 然后去进行了一个加合 这个就是 SIM CLR的整体的loss 注意它拼的时候 它是把这个aa的矩阵 拼在了ab的后面 因为最开始 我们做这个 onehot的label矩阵的时候 就是 是 是 是前面的n部分 才是 是对角线为1 后面的都是0 对 然后呢 我们就介绍 第二个模型的改进吧 刚才SIM CLR 它主要是对这个 模型结构和这个对比学 和数据增强方法的一个改进 那后面就 有同学就想了 就是说我们能不能 因为它 这个对比学习 它的主要就是说 去 去让这个复理 推得更远嘛 那我们能不能去增加这个复理呢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 这个moco的这个工作 当然它的第一版 其实是在 SIM CLR之前的 它的 它的首先的思想 就是说 我们去给它增加一个memory 这个memory 它存了很多之前的样本 这样呢 我们每次的复理 就不再受内存的限制了 我们就可以去 有更多的去样本 去进行这个计算 那这样就能把我这个 表示学得更好 然后呢 之后它又加了一个 动量更新的一个操作 就是说 我每个阶段 我每次去训练完 这个编码器之后 就对这个 就对 之前我fix的一个编码器 去进行一个动量更新 然后再用动量更新 计算新的样本表示 去存到这个memory里 这样我的memory 它也是随着我的encoder 去以时拘禁的 然后 就比如说 我们之前 如果不加这个动量的话 我们这个复理可能 这个模型越学越好 因为你这个复理 可能就慢慢的 这个pattern就太明显了 但是如果加了这个 加了这个动量更新机制 它的这个复理 也会随着你encoder的 这个自身能力的提升 也去变得越来越难 所以它 它主要就是 这两个改动吧 第一版 第一版就是增加这个memory bank 和这个encoder的参数更新 然后呢 它有一个发现 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动量更新的时候 这个 我们 当前的这个更新权重 是越小越好 因为这样是有利于 整体的这个一致性的 然后呢 第一版它出了之后 SIM-CLR就出了 然后一下就 就更热起来了 对 然后它 呃 被超过了嘛 就肯定不太甘心 然后它就又 卷出了第二版 那第二版呢 其实就是 基本上把SIM-CLR的 一些trick给照搬过来 就是 呃 它改进了数据增强方法 然后又增加了 SIM-CLR的那个投影层 还有就是 甚至参考SIM-CLR 采用了一个 口算的 呃 衰减 就是 学习率的口算的衰减 对 然后呃 这个时候 它的效果就又提上去了 然后呢 后来它又出了第三版 第三版呢 就是说 将这个编码器 改为了transformer 还有呢 就是transformer 在做的时候 它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呃 它可能会 呃 当我们Banji Size 越大的时候 它的训练会越不稳定 陷入一个局部最优 所以这个 呃 第三版 它又提出了一个叫 就随机patch的一个projection 就是呃 就是固定 它 呃 因为我们这个在视觉里面 transformer 它是要用patch先进行一个投影的嘛 它去 它就是把这个投影去固定了 去提升这个整体训练的稳定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CO实现的一些呃 比较重要的细节吧 这里就是直接用它论文的一个伪代码了 然后 比较重要的首先就是它在计算这个呃 福利的这个这个logis的时候 可以看到它就是呃 直接的去去对 从这个堆列里面去取出了一些样本的表示 对 然后还有呢 就是说 它在去更新它的另一个编码器的时候 它这里就是进行一个动量的更新 然后呢 就又把这些新的一些呃 新的编码去去加到了这个堆列里 然后把以前的以前的那个旧的代码出列 OK 那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MOCO的这个方法 它其实是基于这个去增加复利的一个思想 那呃 你增加复利毕竟是还是要占用更多资源的嘛 那有人就想就是我能不能去用更少的复利 就达到这个这个效果呢 然后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个SWAV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呢 就是说呃 我通过一个据类 把这个样本据到更少的类里 然后通过这些呃 这些表呃 这些更少的这个复利去去拉远你这个呃 这个去拉远这些复利的距离 那呃 我给大家先稍微讲一下这个整体的计算流程吧 它还是最先开始 我们就是输入一个样本和以前一样进行一个数据增强 然后过一个编码器再得到一个表示 那它得到这个表示了之后 它会先对这个表示去进行一个据类 据类据类完了就是这个用这个C可以表示 然后之后呢 它会将这个C据完类之后 不是会有一些据类簇嘛 然后每个类簇都有一个类簇的中心 之后它会用这个输出的表示去和类簇中心去计算 去计算一个相似度 这样的话我们就又得到了一个Q 这个它叫Cose 就是说它表示这个样本 与每个类簇中心的一个相似度 那之后呢 它它怎么去优化正负样本呢 它就是用正样本再去 呃用正样本的这个Z 再去和据类中心去计算 然后得出的这个表示去和这个Cose做对比 从这个呃 从这个底下的这个呃公式 大家也可以看到啊 这个ZT就是上面 这个这个Z 然后去成它的剧类中心 也是能得到一个相似度的一个分布 然后去和它自己本身的这个分布 去计算一个交叉上损失 对 然后同时呢 它也进行了 它也提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提升方法吧 就是数据增强方面的 它呢将图片的不同分辨率 进行一个mix作为数据增强 对 然后呃 这个模型提出了之后了 它又更新了第二版 也是同一个作者提出的 但是第二版就比较比较粗暴了 其实就跟我们BERT后续的一些优化 是差不多的 就是说去做一个 去用一个更好的encoder 还有更多的数据 去训练一个更好的模型 对 然后刚才介绍的呃 几种方法呢 其实都是基于复利去做的 那有人当然就想就我能不能不基于复利 然后直接去给它进行一个呃 给它进行一个就是最大呃 最大化互信息的一个优化呢 然后呃就有学长 有学者提出了这个BYOL这个模型 这个它为什么提出呢 就因为它在做一些实验的时候 它会它发现了说如果我不用复利 我呃 我不用复利 我只去把一个encoder固定下来 然后它发现也有一定的提升 而且就能达到百分之十八左右的 这个准确率了 所以它又进行了一些trick的优化 最后呃得出了这个模型 这个trick的优化也跟呃 也可以从刚才我们前文的一些介绍里面 看到眉目啊 就是说加这个predictor和这个 这个动量的更新机制 那后来呢 又又有学者 它进行了一个更加简单的优化 就是这个SIM CM模型 它就是也不用这个动量更新机制了 就是直接对一侧的encoder 去进行stop gradient 然后只更新另一侧encoder 然后它的目标呢 就是去呃 就是去最大化这个呃 其实也是这个cosn相似度 就是去最大化正力的cosn相似度 那呃 这篇文章其实很好 因为它后来分析了 就是说为什么这种stop gradient的方式 呃 它是可以work的 对 然后它得出的结论是说 呃 它这个 我们这个整体其实是一个em的一个过程 呃 比如说我们就从最简单的就是 去计算一个呃 去计算一个直接的mse距离开始看 那这个ft 那这个ftx就是说t就是对它一个进行一个数据增强 然后fθ就是我们的编码器呃 它现在的这个目标其实就是去优化我们这个样本经过数据增强 在经过编码器之后的表示和这个stop gradient得出的固定表示 去做一个呃 去做一个呃 最大化的这个互信息 那我们的目标就是去呃 去最小化他们俩的这个距离嘛 这个是mse的距离 那这个过程它其实就是一个em的过程 当我们在优化这个模型参数θ的时候 我们直接就进行这个这个t度反向传播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这个eta是不变的 当我们优化这个eta的时候 我们就呃 可以直接对这个mse进行求导 最后得出它其实是呃 它其实是我们的呃 这个样本经过数据增强 再经过编码器之后的一个平均表示 那这个结论呢 就呃 就可以说明说我们的这个呃 predictor 不管是predictor 还是说这个动量的更新机制 它其实都是在去帮助这个eta进行优化 他们都是对eta的这个这个平均进行一个估计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方法 为什么work的一个原因 那这个方法的训练效果同时也很好 对 然后呃 刚才这个方法是基于stop grading的方法 那我们接下来再介绍一个 最近四月份刚出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其实呃 我觉得是特别的好 对就是它很优雅 就不像刚才会加一些其他的东西 嗯 这个方法 它前面呃 和我们之前其实都是一样的 它的区别主要 它在这个loss上 它在这 它在最后一步的时候 也就是在我们得到 这个样本本身的表示 和它增强的这个表示之后 它是呃 以前我们是对样本级别 去进行一个相似度的矩阵的计算 但这个论文里 它是对feature级别 去进行一个相似度的矩阵 就计算 也就是说我们以前计算出来的矩阵 是一个n乘n n是我们的batch size 但是在这个模型里面 它计算出来的相似度矩阵是d乘d d就是我们的feature的那个size 然后最后优化的时候呢 它是希望这个feature的相似度矩阵 也去趋近于这个单位的矩阵 对这个loss可以也看一下 第一步就是说 我们去 它叫这个invariance term 它就是去让我们这个对角线 趋近于1 然后第二步呢 就是去除容易的一个term 就是让我们的非对角线因素 趋近于0 那这个呃 这个也可以对应到 我们之前对比学习的那两个要素上 第一个就是invariance term 就是一个不变相 它的目的呢 就是拉近相同样本 那这个去除容易的相呢 它就是去减少特征的这个容易信息 避免我们整体的塌缩 那这个其实呃 有一点不好想啊 可以想成这样 就是说呃 比如说我们极端情况下 我们都塌缩到一个点了 那这个时候所有的特征都是一个常数了 那这个特征它都是一个常数 但是它也是有值的 所以你不同特征计算起来的相关性 它肯定也不是为0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这个loss 就会去优化这个相似度矩阵 让它们特征趋近于0 所以说它也是可以避免这个坍缩的塌缩的情况出现的 对这个是这个模型的一个思想 那这个模型的一个好处呢 就是说它可以摆脱这个biter size的束缚 呃 但是呢 它有个缺点就是需要D很大 这边我列了一个呃 作者的实验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projector的这个呃 这个这个维度是必须要到很大 才能接近于这个呃 byl的一个效果 甚至于到这个已经到16000维了 还是没有byl要好 所以说它虽然减少了这个biter size 这个所占的这个内存 但是它同时呃也增加了这个维度上所占用的空间 对 但是这个方法其实我觉得还是很优雅的 然后目前我也没看到其他呃 比较类似的工作 当然如果有大家也可以推荐给我 OK 那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图像上的一些呃 对比学习的优化 其实主要就是有三种方法嘛 就是首先是我们呃 基于复利的对比学习方法 这个方这个是最多的 有SIM CLR 然后还有那个MOCO 就是去用memory bank去增加复利 还有呢就是用剧烈的方法减少复利 还有第二种第二种第二类呢 就是stop gradient 它就是用不对称网络的方式 去指优化复利 然后让呃去进行一个EM的过程 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介绍的一个其他方法 从特征维度去减少这个容易避免塌缩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CVA这方面 还有什么问题吗 看一下 嗯 有同学问说呃 介绍了那么多种CVA里面哪个表现最好 这个其实已经有有研究者做过对比了 就是他对比的结果是说 具类的具类的方法就是SWAV和BYOI的表现最好 同时SWAV这个还有另一个叫Deep Cluster的一个改建 但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只是这个SWAV是在Batch内进行一个具类 但是Deep Cluster它是每个每个Apoach进行一个具类 对现在是具类的方法和BYOI的方法表现最好 然后也有同学问说对比学习可以用在推荐的QueryDoc中了 当然可以了 对这个呃这个没啥那个什么就去做这个Query和Doc的表示就可以了 对 然后呃代码里面的AOJ是什么 AOJ 这个AOJ就是指比如说Y是这个样本本身的一路表示 然后YAOJ就是呃另一路它增强之后的表示 这两个都是说经过编码器之后去得到这个表示 就这里主要就是想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Loss是怎么计算的 有没有PyTouch的代码 这个大家可以搜一下 因为今天是谷歌的活动嘛 我们就o-inPensorFlow吧 丛林构建对话系统 有哪些好的框架推荐 嗯 我们今天是讲对比学习嘛 然后对话系统可以私下再问一下我哈 SWAV 嗯 有PPT吗 这个PPT以后会发的 P和Q不都是表示类粗的概率吗 自己预测自己 呃SWAV这个模型为什么不会塌缩 刚才呃我也讲了嘛 其实我们这个减少塌缩的方法 就是第一种是这个基于复利的 那SWAV它其实也是一种基于复利的方法 只是它会把这个复利去进行一个聚类 就是用了更小的复利去拉远这个距离 图文标签生成 图文在多模态领域的对比学习 还是最近有不少工作的 对 但是今天我确实没介绍太多 因为框架都差不多嘛 呃图文的话 呃比较 最近之前比较火的就是OpenAI的那个Clip模型 它就是用图片和文本去进行一个 呃对比学习的一个训练 然后致员应该也发布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图片和文本的相关性模型 对 然后我们最 比如说我我们业界里面常用的一个场景啊 就是说呃比如我们微博里吧 你这个图片就用户在发这个post的时候 你会发一个图片 然后发一个发一个文字嘛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对比学习的一个正理 那他他们俩相互之间就可以作为正理嘛 那你最后你分别呃用剩下的其他的文本作为复理就好了 这个其实是可以很好的学到这个图文之间的这个共有的特征 对 哇 已经8点41了吗 我的天哪 对不起啊 今天讲的有点久 那我现在就开始进行这个对比学习在NLP的应用吧 之后会快一点哈 那我们第三部分就是讲一下对比学习在NLP的应用 其实刚才的主要对比学习的框架 我们都已经在CV里面介绍了 然后NLP呢 现在只是就是拿过来抄一抄的这个阶段 然后呃第一个应用呢 就是很直观的 就是像我们在CV里面一样 就是去做这个文本表示 那文本表示已经有很多模型了 这里给大家列出来之后 大家可以下这个PPT 然后一个个点进去看一看 然后在NLP领域 其实它的区别也就是那几个吧 首先是呃 它的这个数据增强方法的这个区别 然后就是它这个框架上的区别 对然后呃数据增强方法吧 举几种吧 首先就是呃有一些就是直接对这个词 进行一些呃取这个span 然后用span去进行这个固信息的最大化 或者说是一个shuffle 做数据增强 还有呢呃 比如说这个工作 它是用两个模型产生不同的view 但这个这个哎呦 sorry 这个问题就是说最后每个每个证例 它只对应了k个复理 它不是一个in batch的 而且这个复理的个数很少 呃 那这边呢呃呃 还有最近的一个acl的工作 就是他 sorry 这写错字啊 最近这个acl的工作 它还是挺棒的 它就是说将每层输出的最大词化 就是将bort每层输出的这12层的最大词化 与cls的表示进行对比学习 这个工作它还是挺好的 在这个呃呃 bass模型的sts任务上 目前是一个sota的一个表现 对然后呃concert这个模型 是我们在我们我们组在acl2021的一个工作吧 这个就是呃 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我们我们参考 这个simclr 然后去进行了一个文本表示的一个训练 但是他呃比较呃 我们对这个数据增强方法 还是进行了一些探索啊 这里我们有提出了呃 几种不同的 比如说这个呃 对这个文本做shuffle 还有对它进行一些cut off 这个cut off就是对于那个 我们输入的这个inbending的这个 呃经过inbending层之后去进行cut off 因为inbending它不是一个矩阵的嘛 我们其实可以从两方面 两个方向上进行cut off 一方面是一个方向就是token cut off 就是直接我砍掉这个样本的所有的呃 把这个样本所有的特征都制为零 这个就是token的cut off 还有另一个方向比较好是feature cut off 就是说呃因为我们这个inbending表示它是七六八维的嘛 我们可以随机选取呃几个维度 然后把这几个维度的表证全部都制为零 这样其实对语义的影响是没有那么大的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我们有有监督数据的话 可以进行一个呃用对抗对抗学习去进行一个数据增强 那呃最近的一份一个工作就是呃是陈南奇他们组提出的这个sim cse 它它其实是一个呃非常简单一个优雅的方法 它就是直接用job out进行这个数据增强 但它这个job out就是说在我每一层的这个这个job out 它都是生效的 对所以说这个如果用不同的job out的这个这个随机种子的话 这个从不同bert编码器经过12层24层计算出来 还是有挺大diff的 它现在在这个sds上的表现就是蜡质模型是sota 对然后刚才这个文文表示的应用其实就比较简单了 基本上就是图像那边的我们随便拿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呃对这里说稍微说一下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这个文文表示呃可以在这个mrp领域 它的有这么大的提升 这也是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发现的 就是说呃bert本身的表示它是有一些问题的 它的表示是整体呈一个锥形分布 然后这个锥形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的高频次聚集在这个锥的头部 就很紧 然后你的低频次呢又分散在这个锥尾 就特别的分散 然后又又又因为高频次它本身是高频的嘛 我们大部分句子包含的都是这个高频次 所以它会主导这个句子的表示 让整体的相似度都很高 比如说现在这个左图 这个小蓝的蓝色的图 就是我们直接用bert表示去进行的相似度计算 可以看到所有句子的相似度都很高 对然后呃这个同时也可以看到 呃当我们去去除一些高频次的话 它的它的相似度的效果会提升 然后呃横轴就是我们去除的呃去除的高频次的个数 然后纵轴就是整体的表现 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它是上升的很明显 然后在我们通过对比学习去拉近相同样本距离 拉远相不同样本距离的时候 我们可以让这个句子表示的分布更均匀 所以也可以看到我们改进之后 呃用对比学习信念之后 这个句子表示它的分布确实是更均匀了 然后这个上图的呈现也是 也是我们的得出的一个效果 对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对比学 我们用对比学习做文本表示 可以在这个NLP领域有特别特别高的提升 对主要是改进了这个问题 然后呢对比学习还有一些应用 比如说在有监督精调阶段的一个优化 这也是呃这是一篇Facebook的工作吧 但是这个也是直接把CV里面的一个工作拿过来了 就是它是怎么说呢 它就是说呃我们 它直接在这个有监督的Loss上增加了这个对比Loss 它的这个对比Loss的计算呢 是说同一类样本作为整理 不同不同类样本作为复理 通过这样的对比呢 它在Glue上就是有0.6pp的提升吧 但是它少样本情况下提升非常明显 就是有2pp左右 对这是在有监督精调的一部优化 然后还有很多的 其实这里我只举了比较少的 这里还只举了一个模型蒸馏的优化 嗯 这个模型蒸馏呢 它其实就是说呃我们同一个样本 分别由这个teacher模型和student的模型去编码 然后去对比这两个这两个编码之后view的这个损失 然后加上对比学习损失之后 它的效果是有很显著的提升的 也是特别是在这个少样本的少样本的情况下提升很大 对 然后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直接说最后一个 然后我们再问答吧 对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对比学习的一个踩坑总结 那我这里面列出了一些呃对比学习去训练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吧 呃第一个就是我们框架的选择 然后从一些实验的结果来看 就是在CV领域去BYOL和SWAV这个模型呃这个框架是表现最好的 然后NLP领域其实我目前还没有看到呃 还没有看到其他的呃把CV把CV这些拿过来表现特别好的 所以而且我们当时其实也是了在NLP领域去用这个CM-CM这种stop gradient的方法 然后表现也不是很好 所以目前NLP领域我我我自己看下来还是CM-CLR这种框架是表现最好的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protection 这个在CV领域其实是呃已经被证明是很有效的一个trick 但是在NLP领域因为大家现在都是用的BERT嘛 所以说我们是没有加这个projection的 那这里我们也自己也尝试了它确实没有什么提升 然后我我个人认为呢这个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BERT它的学习能力已经很好了 对然后这个projection在CV领域的一个作用呢 其实它就是说呃我更去接近于这个呃因为我们每一层都抽取的不同维度的特征嘛 可能你浅层的encoder它抽取的是更高维度的 然后你这个projection抽取的是更接近任务的 对它在CV里面主要是这么一个作用 就是更接近这个对比学习这个任务 然后在NLP呢因为我们目前我们本来的目标评估目标也是这个相似度嘛 其实跟它训练的目标是一致的 所以说可能没有很好的一个效果 对然后呃第三个比较重要的 刚才也有同学问到了就是数据增强 这个数据增强其实有不少文章都做过一些对比吧 比如说SimCLR里面就就列举过不同方法混合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的文章里也列过NLP的一个效果 呃对然后呃在CV里面的效果呢就是说对图像的一个彩剪和对它颜色的一个呃 变换它的组合的效果是最强的 那NLP领域呢我们得出的结论呃是它去进行feature cutoff和shuffle的话 这两个这两个组合起来的效果是最好的 最后一点呢就是说这个超参数 虽然说我们大家都不想做调参调参侠吧 但是这个超参数还是要还要注意一下 而且这个真的很重要 就是在这种固定数据集下 如果你要做研究的话 这个超参数它还是会有很大的就是有一到两个点的这个波动吧 对然后再对对对于对比学习来说嘛 刚才我们那个公式其实一直没有重点的去介绍涛这个参数 但这个参数在对比里面其实是呃特别重要的 就是说呃它呢呃一般都是在0.1左右比较好 如果它过大呢呃如果它过大呢 它就会让整体的这个这个概率分布更加的平滑 那可能会增加你模型的学习难度 那如果更小太小的话呢 它可能就是呃我们的这个分布更加尖锐了嘛 那你整体就太好区分了那模型也没什么可学的 对然后第二个呃第二个和第三个就是learning rate和batch size 这个大家作为挑参侠应该都知道都是比较重要的参数 然后还有这个approach 我觉得呃在我们实践下来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吧 呃虽然这个这个这个训练的部署在CV领域 它嗯它没有这个明显的这个差异 因为我看CMCR论文里面 它是呃其实是训练越多 它表现也会比较稳定的增长 但是在NLP我们发现呃 呃当我们训练达到一定预值的时候 我们再继续训练 它的效果就会下降的特别快 对这个 所以说在我们训练的时候 一定要准备好一个dive集 随时去观测这个训练的效果 然后再去及时的做一个停止 OK 哎呀sorry 我一下就跳到广告了 那我就先来说广告 然后再QA吧 对然后呃 对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比学习的一些前人进展 以及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然后呃当然也可能有说错的地方 所以欢迎大家来我的公众号和我进行交流 对然后呃 我会经常在公众号发一些干货和思考吧 对然后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 或者发给我的邮箱 OK 那我再看一下大家刚才提到的问题哈 高频词的纵轴表示什么 怎么计算出来的 高频词的纵轴 高频词的纵轴 这两个纵轴其实都是它的一个呃 一个一个一个评估的这个效果吧 这个是呃 这个是就是这个纵轴是cosm similarity 就是这个纵轴就表示说呃 这个这个纵轴是我们真实的真实的那个cosm similarity 真实的similarity 就可以看到无论它真实的similarity是低还是高 它实际计算出的cosm similarity都非常高 这个纵轴就是实际的cosm similarity 然后这个纵轴呢 就是一个一个跟ground truth的一个spearman的相关性相关性 就是说我们那个我们的效果越好 这个分数越高 对 哇 这大家真的列了好多问题啊 都不知道答哪个了 嗯 看一下 副样本如何选择 呃 副样本如何选择 这个其实是一个挺好的问题啊 基本上我们刚才可以看到很多数据增强呃 很多对比学习方法 它其实都是在基于复利去做的嘛 这个呃 目前我呃 没有特别 我就没有我觉得特别优雅的方法 但是我也有看到有论文 它提出的一个方法是说 它去选择当前的top n个 与当前样本匹配度最高的样本 然后去通过一个mix up的策略 去进行合成 去生成更多的更多的复利的表示 对 用这种方式去去去去 挖掘更难的样本 还有对比学习的泛化性能 呃 对比学习泛化性能其实是很好的 就是 首先我们在对比学新链的时候 肯定是 先要看我们数据的选取嘛 我们可以选取自己这个特定任务下的 也可以选取通用的 那呃 不管是通用的还是我们特定任务下的吧 反正从各种论文的实验来看 对比学习的一个少样本的表现 它都很好 其实也可以认为它是 去进行了一个呃 这个这个鲁棒性的一个提升吧 呃 样本 有同学问说样本不均衡 按拜持内构建政府力 正力太多会影响吗 呃 正力 我不知道这位同学这个正力是打错了还是什么 就是首先 呃 我们正力是只有一个的 对 然后呃 可能是负力太多吧 但是我刚才 在介绍这个这个这个info nce这个loss 还有nce这个loss的时候也说了就是说本来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对于整体的一个估计 选用birt 编码 大概一次呃 应该跑挺快的可以不到一个小时 这个可以进行一些就是半精度的一些优化 对 但是我们数据也很少 你要数据多的话会训练更久一点 对比学习可以在文本分类无监督学习吗 呃 文本分类我刚才举到了一个说呃 他在分类上面的一个效果的提升吧 就是说把同类样本作为正力 不同类样本作为复理 这个你加乘上那个呃 有监督数据肯定是有提升的 但是如果你直接用这个无监督的话 首先这个训练就是有点问题 就是呃 你只能拿到一个表示吗 但你可以用这个表示再去训练一个很很很浅的这个现象分类器 但是你直接文本分类无监督学习 它是不行的 你还是得有一些标签 训练的时候有遇到过训练的时候吗 呃 出现NAN倒是没有 但是呃 我也刚才举到了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训练的step 要是要一定要卡的很好 要不然它会它会那个效果崩的特别快 SIM CLR和SIM CSE的效果 这个问的这个问题问的很尖锐啊 一个是我们的工作 哎不对 sorry说错了 SIM CLR和SIM CSE在NLP的效果 SIM CLR它的数据增强方法是图像的嘛 所以它没法直接比 但是SIM CSE它就是用的SIM CLR的框架 只是把数据增强的方法换了一下 在NLP上做用不同预训练模型 直接进行对比可行吗 呃这个 可能是可以试一试的 因为刚才我也有提到过 呃有一个研究叫CT 它是 它是用两个不同的模型 但它好像都是Bird 只是参数不一样 用两个不同的模型去产生这个View 去做对比 所以可以试一下 对 然后我觉得在NLP上 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吧 因为刚才CVA 你看我们介绍了那么多种不同的框架 但是NLP 现在基本上还是只是把 CVA那边拿来用一下 对 我觉得还是有挺大提升空间的 手快的同学们 可以赶紧把这个方法试一下 说不定就是一圈paper 对比学习在NLP预训练的效果如何 呃现在的一些工作呢 就是它其实只是在预训练上加加上了一个对比的Loss 就是主要的预训练还是用MRM去进行一个预训练的 所以单纯的呃 其实我不太看好 对效果应该没有那么好 因为我们现在呃 我们主要是用Bird去进行一个深层的编码 对 嗯 对比学习有聚类聚类的效果吗 这个我好像看到过 但是到现在没有什么印象 所以应该是效果不太好 嗯 做句子聚类没有标签怎么办 呃做句子聚类没有标签怎么办 这个问题就是说呃 没有 首先聚类这个方法就是呃 怎么评估嘛 没有标签怎么评估 是不是主要是这个问题 对这个SKLearn的这个工具上 其实提供了一些 一些无监督的评估方法 对 SIM CSE和美团的这个工作 对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尖锐的问题 这个就是呃 我们这个工作其实比较前一点吧 我们去年12月的时候开始做 然后12月的时候就写好了 对但是一直没有发出来 因为当时想的就是中SL之后再发 对就比较震撼嘛 对吧 然后结果突然那个4月份 这个我们结果还没出来 SIM CSE就出来了 呃 但后来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对比吧 就是呃 但是这个在这个正式的paper上就没有放了 因为是我们之后去改的 就我们其实后来对这个temperature和learning rate 进行了一些调餐结果之后呢 它是可以呃稍微有点超越这个SIM CSE的 但是我还是认为就是SIM CSE相比我们其实是一个 sorry找不到的 SIM CSE其实相比我们它是一个更加优雅的方法吧 对它就是数据增强做的比较简单 而且就是就是很优雅 就是改一下这个随机种子就可以了 对 然后但是我们之后呃 当然也有可能我们会继续在这个呃 这个数据增强上做尝试 因为我们现在这些数据增强只是在imbeding层去进行了增强 去进行了这个改动 所以我们之后可能会呃去改动更多一点 然后让整个transformer每一层计算都去进行一个扰动 让这个对比的样本更加难一点 ok 呃 一同 要不然 其实我看已经九点了 不知道大家累不累 一同 我觉得要不要把那个问题就回答完吧 反正也没几个问题了 行 好的好的 我再看一下啊 新线没有复养文 对的 它没有复养文 它就是stop gradient的那种方法 对比学习在图领域有用吗 有的 这个我们有同事还做过一篇 那个也做过一次分享 这个图领域的应用其实很多的 它就是把这个图的 呃 我记得是不同的一些图结构 去作为一个复理 其实还挺多的 这个领域也比较卷 图中的表示图是拿什么工具画的呢 呃 我这个这些图其实还挺多的 这里画图的话 呃 我推荐大家其实就用这个 PPT画就行 对 然后比如说 像这种图就PPT完全 其实都可以画出来的 嗯 美团什么场景上用的 我们是在这个 就是在文本表示场景上用的 它 它的优点就是说 我们在 有监督去训练完 呃 比如说我们有监督用 Sentance Board那种方式去训练完之后 它可以再用 无监督的方式去迁移到各个领域 因为美团的领域其实 有挺多的 比如说我们有 旅游啊 酒店啊 然后 什么医美啊 这每个领域 它的文本的分布 肯定都是不一样的 对 在这个领域里面 用应用效果还是不错的 肯定是呃 比直接去用这种 我们之前的这个表示要好一点 信息抽取任务 能不能快速落地的方法 我记得 信息抽取 我也有看到过一篇类似的 就是呃 因为信息抽取 你是可以直接把那个 你的那个span的表示拿出来的嘛 也是可以进行一个对比学习的 对 但是我具体忘了 回头我可以帮你找一下 像这种序列标注的任务都可以用的 比如NER信息抽取 concert 微调 glue任务上有提升吗 这个我们当时确实没有时间去尝试 concert和纯监督的 效果差别 呃 多大 呃 和纯监督的话 纯监督可能指的是sentencebert吧 对 当时我们的这个效果是 基本上很接近了 嗯 都找不到了 sorry 对 我们当时这个 这几个效果基本上已经很接近 这个有监督的表示了 对比学习在k8s上有没有时间 k8s不是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java的东西吗 这个问题 我稍微有点没懂 同学可以私下问我 哦 刚才论文中的锥形图 锥形图是哪个图 同学呃 可以私下问我吧 我有点没 没get 蒸馏这个表示 学习效果好吗 蒸馏这个表示是很好的 刚才我介绍的这个 蒸馏的模型 它是比之前的方法都有挺大的提升的 对 可以去看一下这篇论文 嗯 行 那就差不多了 今天 对 那你要不要展示一下你的那个联系方式 在你的bbt上 对 然后我们大概等着一会儿 嗯 行 扫吧同学们 谢谢 对 平时有什么问题啊 比如说职业发展啊 情感问题啊 其实都可以咨询我 有时间就尽力帮大家作答吧 本次活动由JDJ西安社区举办 JDJ西安社区是Google Delamper Group 大家听的一员 是西安最活跃的技术社区之一 基本上每一两个月都有围绕 开源开放的技术 展开一次分享 请大家关注JDJ西安的 这微信公众号 或者B站的账号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